继续读莫斯科绅士 一小时之后 伯爵的头发已绣得整整齐齐 下巴也挂得干干净净 他走进夏里亚宾酒吧 挑了张角落里的小桌子 等候米什卡的到来 米什卡这次是来参加拉普成立大会的 落座之后他才发现 那位身段苗条的漂亮女人 已经换了一身蓝色的长裙 正坐在他座位对面的长凳上 他没把狗带来 酒吧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他身边的男伴长着一张圆脸 法际线后退得厉害 这把小狗般扶手T2的忠诚 表现得颇为娴手 伯爵为自己的评论哑然失笑 这时他的目光恰好碰上了那位漂亮女人的目光 似乎只是出于偶然 两位成年人都赶快摆出一副没看见对方的样子 一个扭头去看他身边的那条小狗 另一位则朝门口望去 说来也巧 米什卡就在这个时候到了 他身上换了件崭新的夹克 胡子也精心地检修过 伯爵从餐桌后面走上前去 给了他朋友一个拥抱 然后他没有回到他原先的座位 而是主动把那张凳子让给了米什卡 这个动作看上去既礼貌又合实意 因为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背对着那个漂亮女人了 好了伯爵双手一拍 说喝什么呢 我的朋友香槟 一根状的葡萄酒 晚餐前鲜来一碟鲜鱼鱼子酱 米什卡却把头一摇 只点了杯啤酒 然后解释说他不能留下来吃饭了 伯爵听了自然很失望 因为他仔细问过 伯爵尔司机餐厅今晚有一道特色菜 烤鸭 而这道菜由两位老友一起分享 是再好不过的了 而且安德莲还答应给他留一瓶 八大名装产的特级红葡萄酒 这就不但与烤鸭相配 而且会让他们俩再次不可避免地 谈起那个颇不光彩的晚上 伯爵和年轻的男爵夫人一起 被锁在罗斯财尔德家族的酒 窖里的那整整一夜 伯爵虽然有些失望 但他从老朋友坐里不安的神色能看出 他也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所以啤酒一端来 伯爵便问他代表大会进展如何 米什卡拿过一杯酒点头说道 这可是眼下最热门的话题 很快整个俄国乃至全世界都会大谈特谈这件事 今天的会场从头到尾都没有过鸦雀无声的时候 沙沙 没有人大瞌睡或者摆弄铅笔 因为每个角落里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地完成工作 如果说刚才伯爵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米什卡是出于礼貌和实际的话 那这个举动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如果米什卡不是被卡在桌子后面的话 他此刻恐怕早已起身 在酒吧里来回躲起步来 可代表大会究竟干了些什么工作呢 在伯爵看来 他不过是起草了一份意图宣言 效忠自白和关于团结的公开声明而已 却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们的团结一致 事实上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有他们中的作家 出版商和编辑就连石匠 装写工 汉工 卯工 甚至街头的清洁工都纷纷表达了他们的声援 代表大会头一天的讨论如此热烈 以至于直到夜里十一点 人们才有时间吃晚餐 接着在一张够六十人围着的大桌旁 他们亲耳聆听了马亚克·夫斯基的演说 那儿没有正式的讲台 请注意 当一盘盘食物被端上来之后 米什卡在桌上猛拍了几下 随后便跳到椅子上开讲了 为了还原当时的真实场面 米什卡甚至试图站到椅子上去 差点把啤酒瓶打翻在地 最后他总算坐了下来 但还是一边伸出手指在空中挥舞着 一边发表那番演说 忽然间我全身都变得通亮 因为黎明到了 永远亮下去吧 照亮每一个地方 照亮末日最黑暗的深处 照吧 让其他一切都见鬼去吧 这就是我的口号和太阳的口号一样 因为是马亚科夫斯基的事 所以四周 不忧都响起了掌声 还有摔杯子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 见众人逐渐平静下来 准备享用个人面前的肌肉时 一个叫泽林斯基的家伙 站到了他的椅子上 当然了 俄林斯基的诗 我们能不听吗 米什卡嘴里嘟囔着 就好像他和马亚科夫斯基一样高似的 他和牛奶瓶一样高 还差不多 米什卡又吸了口酒 你应该还记得 执林斯基吧 不记得了 就是在大学比我们低年级的那位 1916年的时候 他还戴着单眼镜片 第二年就改戴随手帽了 好了 反正你了解那类人 傻傻 那种永远想操纵一切的人 比方说晚饭后 你们俩还想再坐一会儿 以继续之前的讨论 这是泽林斯基就会宣称自己知道 一个地方正适合你们的交谈 于是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和十几个人 寄在一间地下室咖啡馆的座边了 你刚想跳把椅子坐下 他会伸出一只手 抓住你的肩膀 把你领到最近桌子末尾的座位坐下 若有人要点面包 他便会说 他有个更好的主意 他会说 这里有莫斯科最好的杏仁 面包卷 还没容你反应过来 他便已经伸出手 打着响指 把服务员叫来 电单了 说到这里 米什卡情不自禁地啪啪啪 连打三计响指 他的动作如此之快 我绝不得不冲周到的 奥德留斯挥挥手 让他回去 因为听到声音 奥德留斯正从酒吧那头赶过来 都是他的主意 米什卡继续轻蔑地说 他会没完没了地做报告 好像在写实这件事上 他有能力让每个人受到他的启发 可对着坐在他身边的那些异受影响的年轻学生 他都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全世界的世人早晚都会败到在日本排序的脚下 败到在排序的脚下 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只知道伯爵插了一句 幸亏河马没有出生在日本 米什卡盯着伯爵看了看 然后大笑起来 是 他乐乐直拍桌子 一边开始眼泪一边说 多亏河马没有出生在日本 我得把这话记下来 回去说给叶杰琳娜听 米什卡脸上泛着微笑 他显然十分期待 把这个笑话讲给卡杰琳娜听 卡杰琳娜 伯爵问道 米什卡不经意地伸手去拿啤酒 卡杰琳娜 利特维诺夫 我没跟你提过他吧 他是位很有天赋的年轻诗人 吉夫人 正在读大学二年级 我们俩都是委员会的成员 由于要端起杯子喝酒 米什卡把身体撤了回去 伯爵的身体也挽回收了手 因为他想给对面的老伙计 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因为今晚的画面已经变得很清晰了 新贾客 还有精心修剪过的胡子 吃完晚餐 还以犹为尽地继续讨论之前的话题 还有那个叫泽琳斯基的家伙 非得把所有人都拽到他自己喜欢的小酒去 而且还非得把容易受人影响的年轻女诗人 安排在桌子这头 把我们的米什卡安排到另外一头 米什卡继续讲述着昨晚的请讲 伯爵一边听一边不紧觉得眼前的这一幕真是天大的讽刺 在他们一同迂居在补鞋匠楼上的那些日子里 整天坐在家中足不出户的人是米什卡 而不能和自己的老伙计一起共进晚餐 三头两天向对方道歉的是伯爵 每次一出去便是好几个小时 回来之后大谈特谈 酒宴上发生的那些公开和私人的故事 包括一时兴起跑到烛光咖啡馆去的那个人 原本也是伯爵 可伯爵究竟爱不爱听米什卡给他讲 昨晚的那场冲突呢 他当然爱听了 尤其是当他听说 到了昨天夜里的最后 这帮人叫了三辆出租车 正准备往车里爬时 米什卡突然提醒泽林斯基 他的帽子往在咖啡馆里了 于是泽林斯基赶紧跑回去取他的帽子 这时从吉弗来的那位卡杰琳娜 从他的出租车里 欠身朝这边喊道 这儿米哈伊尔 弗尔德罗维奇 你跟我们坐一辆车好了 是的 伯爵的确替他朋友的情场风波感到高兴 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半点忌妒 半小时过后 伯爵送走了 要去参加会议的米什卡 他下一场讨论的内容 将决定米制在俄国的命运 而吉弗来的那位卡杰琳娜很可能也要参会 他正准备起身去伯亚尔斯基餐厅 打算一个人对付那只烤鸭石 奥德留斯叫住了他 奥德留斯把一张叠着的字条沿着吧台推了过来 轻声说道 有人吩咐我把这个转给你 给我 谁呀 沃尔班诺瓦女士 沃尔班诺瓦女士 安娜·沃尔班诺瓦 就是那位电影明星 见伯爵仍一脸茫然 调酒师只得提高了酒量 解释道 就是刚才您对面桌子坐着的那位 哦 是吗 谢谢 奥德留斯回去干活了 伯爵将字条展开 见上面用纤细的字体写着一个请求 请再给我一次 给您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 208号房间 我们就先听到这里